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一起來推演一下 未來一兩年中國政治局勢的演變和發展 最後的結局是什麼,那有些朋友一聽 可能會覺得這個題目太大了 推演整個政治局勢的發展,這是多麼複雜的一件事情 要考慮多少因素,要納入多少變量 一台超級計算機未必能夠完成得了這個任務 何況一個人,何況我們的資訊是有限的 我告訴大家,只要我們用的方法正確 就一定能夠得到正確的結論,那用什麼方法呢? 大家都聽說過這個三顧茅庐的故事 劉備他去拜訪諸葛亮,向諸葛亮請教安定天下的大忌 諸葛亮那個時候他只是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年輕人 而且以前也沒有見過太多的市面 沒出去當過官也沒打過仗,甚至沒出過遠門 兵荒馬亂的時候,那個時候出遠門可能就回不來了 他最多就是在南洋周圍的那幾個縣走親訪友 他得到的資訊是相當有限的 但是他怎麼樣給劉備推論出了三分天下的這個結局的呢? 用的一種理論現在叫做博弈論 中國古人沒有博弈論這個詞 但是這種理論在實踐中他們早就已經運用了 大家去看一看農中隊那是不是整個就是運用博弈論 在推演這個局勢呢? 最後他得到了這個正確的結論 那我們呢同樣的也可以用這樣的一個理論來進行推演 那現在習近平呢他所面臨的這個棋局 博弈論就是說好像是在下棋一樣 大家根據自己現在所面臨的這個處境這個棋局 然後走出自己的一些步驟 然後再推算我們走出這一步之後 對方根據他利益最大化的原則 他會走哪一些步驟 然後我們再怎麼樣應對 這樣高手看五步你把五步六步推演出來了 那麼最後的結局也就出來了 這個我們現在設想一下 現在習近平他所面臨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棋局呢? 是一個殘局 如果這個棋局還沒有開始或者剛剛開始的時候 那我們是不知道最後結論的 因為那個變量變數確實是太多了 比如說中共如果是在1949年或者一直在1989年的時候 我們是很難知道他最終的結局是什麼樣的 他可以向無窮盡的這個各種方向去走 但是現在到了2019年這個棋局已經變成了殘局 大家所剩下的能夠走的路數已經不多了 而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習近平他個人的棋意 他的個性我們會來推測他會走哪一步 然後我們再推測他的對手會走哪一步 然後推測這麼幾下子最後結論就出來了 那現在習近平面臨的這個殘局是什麼樣的呢? 現在啊有三個這個危險有三個對手要給他將軍的 那第一個呢就是川普要向他將軍 本來呢今年12月5號幾天以後啊 川普以前就擺出一個這個將軍抽居的架式 要準備將他那現在呢叫停了暫時叫停了 這不是永久的停啊 現在他們據說是已經幾個小時以前達成了一個原則性的協議 我記得上一次在10月份的時候也是達成了原則性的協議 但是呢後來談到具體文本的時候又談崩了 那這一次到了最後期限了 那可能會比上一次啊這個情況有所改觀 對於習近平來說有所改觀 這一次可能呢他們真正的能達成一個這個第一階段的協議 那這個協議呢非常有意思 那中方要求啊不能夠公佈協議的具體的內容 所以那個具體文本還沒有出來啊 只是原則性的協議 那這個原則性協議就是中共 他要向美國在明年2020年的時候購買500億美金左右的這個農產品 而且呢要進一步的開放他的金融市場 向美國開放金融市場要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 那可能還有其他的內容 其他的內容啊是中共不想讓中國的老百姓知道的 那是什麼內容呢我猜測可能是美國強烈的主張要求 強硬的要求啊要在中國要設立這個監督執行的機制 這對於中共來講啊這是等於是上權辱國 等於是主權受到了侵犯 所以說他們不敢公佈出來怕遭到這個愛國憤青的攻擊 那也怕在黨內遭到了這個反習派的攻擊 但是呢這個會不會奏效啊這個隱藏暴議協議的具體的文本 會不會奏效呢我覺得最後肯定會公佈出來的 一公佈出來這裡面呢又有這個爭辯的可能性了 一公佈出來啊可能習近平又頂不住各方的壓力 說我們不幹了那這個協議呢第二個奇怪的一點呢 就是習近平他不會去簽署甚至是這個談判的主要的參與者 劉鶴他也不會簽署 現在這個原則性的協議是派這個崔天凱 就是中國駐美大使讓他去簽署 一個小角色來簽一個大協議很有意思啊 今後有可能這個萊特希澤會到北京去再找一個人跟他去簽署 但是呢習近平是堅決不簽 也就是說明這個協議啊裡面還埋藏著非常重大的危機 也就是說川普他隨時可以用這一點用公佈協議內容 或者是強迫這個協議的那個隱藏的那一部分 強迫讓他執行讓他曝光於天下 這個就把習近平擺在非常非常難堪的甚至是危險的境地 所以說將軍隨時都有可能 而且呢這只是第一階段的協議 等到川普這個2020年總統大選結束了之後 他如果是繼續連任的話 那麼還要進行第二階段的這個貿易談判 那個階段的貿易談判那就更加更加的艱難了 那是達成協議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說那個時候川普他也說了 如果是把談判推遲到那個時候 談判會困難的多 他所提出的這個條件會嚴苛的多 所以那個時候才是川普真正的最後將軍的時候 那這一軍現在不將今後會將 那也有可能現在就將 也有可能這個協議在今後這幾天可能會有變化 最後簽不成也是有可能的 那這是第一個他面臨的一個將軍的局面 那還有第二個已經有一個過河的主子要去拱他的老蔣 那這個主子是什麼誰呢 就是香港市民 香港市民現在是已經沒有退路了 他一退退一步則無實所 香港人如果退讓了這一次那香港的法治 香港人的自由就完全沒有保障了 過去這大半年的時間 香港的這個警察、黑警還有黑社會 做出了那麼多的傷天害你的事情 把香港的法治已經破壞無餘了 香港人的自由已經喪失殆盡了 如果這個得不到追究 那香港人今後還怎麼活呢? 這個在英國的這個殖民地裡面 在英國法治制度下生活了一百多年的香港人 怎麼能夠忍受自由被剝奪的這種生活呢? 所以說他們一定會繼續向前繼續抗爭 無大訴求缺一不可 那最後一個訴求就是要實行雙普選 這就是要將軍了 如果是實行了雙普選 那不就是把中共在香港的力量全部趕出去了嗎? 那不是把習近平對於香港的這種控制完全給解除了嗎? 香港不就變成了一個民主堡壘了嗎? 香港他不就會把這個民主的火種 向市面散發讓中共統治的大陸地區也會受到感染 也會燃起燎原的烈火 中共怎麼能忍受得了呢?習近平怎麼能忍受得了呢? 所以這是向習近平將的第二個軍 還有一個將軍的就是台灣 習近平和中共在台灣已經佈局了很長很長的時間了 就是想在2021年之前統一祖國、吞併台灣 為此他們所做出的努力是巨大的 所以對於台灣的滲透在過去也是非常全面的 但是最近形勢逆轉他們所扶持的總統候選人 現在已經敗局已定了 他們所完全滲透掌控的國民黨 現在也已經是敗局已定了 11月份台灣就要舉行總統和立法會的大選 代表中共的這些力量敗局已定 也就是說中共過去在台灣的佈局完全被打亂了 尤其是現在台灣還制定了反滲透法 現在通過這個反滲透法 他們就可以把中共滲透台灣的這個經脈完全給切斷 那麼一旦失去了這個經脈 中共在台灣的力量就會失血而死 沒有錢那些人怎麼會給中共賣命呢? 所以中共在台灣是已經徹底的徹底的喪失了他們的力量了 不能夠這個掌控台灣 那也就是說明中共的這個百年大計已經失敗了 那習近平面對著這個百年大計失敗的這種狀況 他一定會遭到黨內的這種巨大的壓力 他現在已經在各個方面全盤的失敗了 本來是想靠著台灣來得分 靠著台灣來成為一名領袖 那沒有台灣這一局的這個大勝仗 那麼他就沒有辦法在2022年之後繼續執政 黨內的壓力一定是要把他拉下馬 而他一拉下馬,他就有性命之憂 最少也得去秦城,更有可能是被人幹掉 因為他過去截著仇 通過所謂的選擇性的這個反腐 截著仇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他面臨著這三個將軍的這種局面 這一個殘局對他來講是非常的不好下 有很多人在這種局面下可能就乾脆就放棄了 就流亡國外了 但是習近平這個人雖然智力不高 但是毅力非常的過人 這是從褒毅的方面來講 從貶毅的方面來講就是頑固不化 遇到了這個困難和挫折他會撐下去 遇到了這個死局進入了絕境 他還要富裕亡抗,這就是他的性格 那麼這種性格就決定他現在絕對會採取極端的手段 狗急跳牆,怎麼樣的極端的手段呢?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不是可能性 第一個確定的就是他要重新閉關鎖國 要跟美國、要跟全世界脫鉤 中共過去40年都是搞所謂的改革開放 跟全世界做生意 那現在他在外部遇到了這麼巨大的阻力 那最後可能會導致他經濟上的崩潰 所以在這個時候他所採取的就是主動的跟你脫鉤 那現在如果情況還能夠維持下去 經濟還能夠繼續的撐著強撐下去 他會強撐,一旦撐不下去的時候 他就迅速的要把國門關起來 閉關鎖國跟世界各國脫鉤 那現在已經開始在做這個佈局了 比如說被去職不用很久的這個供銷合作社系統 現在已經全面啟動了 還有呢,前些天從中共體制內 散布出來的一個消息 就是叫做352計劃 就是習近平他決定在2022年之前 把中共這個黨政系統、國家機關的所有的這些電腦系統 硬件、軟件全部都換成國產的 這是非常大的一個工程 第一年要換30%,第二年要換50% 到第三年2022年的時候要再換20% 這個計劃呢,我後來去找北京的體制內的朋友了解了一下 這個計劃實際上是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就已經定好的 那個時候還沒有這個反送中運動 那個時候在台灣的這個局勢 對中共局勢也是非常的好 因為他們所支持的候選人聲望如日中天 現在整個局勢都已經翻轉了 香港和台灣都已經對他們極其不利了 而且完全沒有勝算了 所以這個時候他的那個352工程可能要提前 不是把最後的期限定到2022年 有可能把最後的期限定到2020年 最遲最遲也是定到2021年的上半年 現在已經提前了,那這是352工程 而且不僅僅是這個對於政府部門 他要採取這種脫鉤的這種手段 一旦中國的經濟遇到了重大的困難 瀕臨崩潰的那個時候 他就會全面的啟動脫鉤 讓中國的所有的企業 國營企業、私營企業 甚至是個人都要使用國產的這些 這些硬件軟件或者是使用國產貨 各個方面都使用國產貨 不跟外界進行交流了,就跟朝鮮一樣 那這是第一個方面脫鉤,閉關鎖國 那閉關鎖國肯定會遭到民眾和體制內一些人士的反對 過去這40年有很多人,中國有很多中產階級 也算是過過幾天好日子的 那些中共的權貴富豪,他們是真正的奢華過的 你現在讓他們退回到過去,要勤儉過日子 那有些人可能是受不了,有些人可能會反對 那面對這種反對,習近平也已經準備好了 那就是要實行軍管,你們不是反對嗎? 我現在宣佈現在是暫時狀態,戰爭時期所有的人 你們的消費都要由國家控制起來實行配給制 現在對於實行軍管,他也已經在開始佈局了 就在這兩天,他集中的提拔了上百個軍隊和武警的將官 他就想用這種方式來把自己的人調上最重要的崗位 讓他們控制整個軍隊,這一招能不能夠奏效呢?很難說很難說 就像當年韓國87年革命的時候 那個時候韓國的軍隊全部是拳頭換的門生部下 但是當人民起來革命的時候 照樣他的那些部下也會拋棄他 像那個盧太渝就是這個拳頭換一手提拔起來的 不是照樣背叛他嗎?還有在98年印尼的革命當中 蘇哈托他也是想他提拔起來的那些人 支持他去鎮壓人民,結果那些人根本就不聽他的話 雖然都是他從這個連長排長一手提拔起來的 但是到了這個大煞將輕的時候 大家都要為自己考慮,為自己的將來考慮 不會為一個老頭子賣命 所以說習近平將來能不能夠掌控軍隊 靠這種手法那是絕對不行的 那他提拔的這些軍隊 這是他應對未來的這個閉關鎖國的實行軍管的 這樣的一個前期的鋪墊,還有其他的鋪墊 比如說在全國各地徵召民兵 最近北京還有一個消息說是在西山 他在大規模的這個新建住宅 新建將軍樓大興土墓,修建了幹什麼呢? 就是要把全國各地的這些最重要的這些軍事將領 把他們的家屬甚至他們本人搬到一個地方 集中起來居住,集中在他的監控之下 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內,讓這些人不敢發動兵變 這一招有沒有用呢?極有可能也沒用 等一會兒我們再講 那有些朋友可能會問你要搞軍管你總得有個藉口 藉口現在是現成的,第一個藉口就是香港 中共一直抹黑香港說這是一場暴亂 反送中運動是暴亂,香港人是暴徒 他做的宣傳這麼久就是要為將來 動用軍隊去鎮壓香港來做這個準備 在今年的六七八月份我做過幾期視頻 我說那個時候中共絕對不可能派軍 所謂的解放軍進入香港再製造一次六四事件 不可能是因為那個時候他們還沒有做好各方面的準備 那個時候台灣的選情也還對中共 還有一點點希望,他們還沒有放棄 所以說他們希望要保持香港 這個一國兩制作為一個櫥窗對台灣起點作用 現在台灣選情已經翻轉了 所以他沒有必要把香港做一個一國兩制的模範了 第二個是那個時候中共還是想再發展經濟 還需要經濟繼續靠香港來吸收大量的資金和大量的技術 一旦中共到了要跟全世界脫鉤 要閉關鎖國的時候,那個時候他就不需要香港了 那個時候就是他出兵鎮壓的那個關鍵時期 所以香港人一定要為那一天到來要做好準備 第二個藉口就是台灣,如果是也肯定是 蔡英文和民進黨他們在選舉中大勝之後 那麼中共就可以說現在台獨勢力已經完全掌控了台灣 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經沒有指望了,必須得進行武力統一 他那個時候就有可能向台灣宣戰或者是不宣而戰 當然了,當台灣上下一心 當台灣的這個蔡英文和這個民進黨執政 跟美國、跟其他的自由民主國家關係發展得很好的時候 中共要想打台灣,那是打不下來的,完全沒指望 但是他們會做出一個打的架式,他們會打一打金門、馬祖 只要一開打,他們就可以宣佈進入戰爭狀態 實行軍管、實行戒嚴,那這就是他們的藉口 那前面我們講的是習近平他所面臨的殘局 和他個人可能採取的這個侠棋的路數 但是這個棋局上面不僅僅是他一個人,還有其他的棋手 那其他的棋手會怎麼樣下呢?大家想想 如果是讓習近平走到了閉關鎖國和實行軍管 出兵台灣、鎮壓香港的這個局勢 那麼最老火的、受害最大的是哪一部分人呢? 我告訴大家,不是中國普通的老百姓 甚至不是香港人、台灣人 最老火的是中共體制內的那批權貴階層 因為那批人他們會受到兩種壓力 那兩種壓力會讓他們根本受不了 那第一種壓力就是來自於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壓力 那些人他們在過去這幾十年中 積累了天量的財富,據說有七、八萬億美金之多 在瑞士銀行一個銀行就存著這麼多 這批財富在西方社會要對他們進行制裁的時候 那就會被沒收、會被凍結 也就是說他們一夜之間可以失去過去四十年 積累下來的財富,大家想一想 這會讓他們多麼的痛苦 不僅僅是西方會制裁他們給他們壓力 而且習近平也會制裁他們也會給他們壓力 習近平如果是實行軍管了 那麼他就成了真正的獨裁者 享有了毛澤東所享有的那種地位 如果是他成了獨裁者了,他成了毛澤東了 那其他的人那就都成了劉少奇、彭德懷、林彪啊 那就會任人宰割啊 那些人他們現在在國內所掌控的那一部分財富 他們也保不了,因為習近平一定要把他們的財富 一定要搶奪過來,獨裁者就是要掌握所有的資源 只有掌握了所有的資源才能控制所有的人 不僅僅是要掌握他們的財富 甚至是要取他們的性命 因為那些人曾經跟習近平平起平坐 習近平最忌憚的就是這一批人 如果不把他們除掉,習近平是寢食難安 所以說一定會對他們採取人生迫害 所以那部分人他們不僅僅是財富不能保 而且自己性命都看憂 所以他們所面臨的壓力是最大的 他們當然知道自己,如果是讓習近平走到那一步 他們自己所會承受的這個命運 那他當然也就會採取所有的步驟 不讓習近平走到那一步 那他會採取什麼樣的步驟呢? 那首先就是他們一定要讓習近平的耳目失靈 也就是說要破壞這個情報系統 情報系統就是統治階層的,是統治者的耳目 讓他們得不到正確的情報 他就沒有辦法來做出一個正確的判斷 比如說這次在香港,這就明顯的是習近平的耳目失靈了 所以說他根本得不到正確的情況 每一步他都判斷錯了 那現在這個象星和王立強事件呢 這就標誌著這個中共權貴階層已經開始動手了 已經開始在破壞習近平的這個情報系統 那今後還會有繼續的有大量的中共的情報人員 紛紛叛逃,向西方投誠 或者是在內部給他為假料給他提供錯誤的情況 讓他繼續犯錯誤,把他的眼睛蒙起來 把他的耳朵堵起來 那麼眼睛蒙起來,耳朵堵起來之後 第二步就是要發動民變 現在中共最高層的那一部分人 他們已經是被習近平的這個情報機構 被他特務機構給控制起來了 這些人自己他不可能自己動手 舉個旗子來造反 但是他們在全國各地有很多很多的門生部下 那麼這些人是聽他們的話的 只要給他們燒個信,他們就會全力以赴的去做 那麼這些人他會怎麼做呢 那些地方官僚、地方大員 他們也不會自己舉旗子造反 那沒必要,他會讓中共在各個地方的這些維穩機構 暫時的停擺 只要維穩機構停擺兩三天一個星期 那些已經積累了很久的那個民怨 他就會爆發出來 一旦一個地區的民怨爆發出來了 而沒有及時的加以控制 他就會向四周蔓延 最後就會形成一個全民上街全民起義的這種局面 那也就是民變大規模的展開 那民變大規模的展開了 那習近平他就要去派軍隊去鎮壓呀 他就要派一些地方官員去維穩 那個時候這些派去鎮壓的軍隊派去維穩的官員 其中有一部分是受到中共的其他派系的 那些反習派系的,受到他們控制的 受到他們影響的,受到他們領導的 那批人就會順應實事,宣佈倒戈,宣佈站到人民的一邊 那那個時候整個軍隊他這個倒戈潮 兵變政變潮就會馬上就會在全國形成一個氣候 那麼最後中央的那一部分,最高層的那一部分官僚 他們也就會站出來表態了 在表態支持人民站在人民一邊的同時 他們更緊張的是要跟西方來談判 就是說我們保證這一場革命和平的進行和平的結束 但是你們西方國家一定要保障我們的一些基本的權利 比如說我們過去藏在西方的財產 你們要還給我們一部分,甚至是全部還給我們 要保證我們在西方的安全 西方一定會答應其中絕大部分的條件 一定不會說讓他們變成窮光彈 一定不會逼著他們狗急跳牆 所以這就是今後的這樣的一個局面 所以現在全國各地的這些民間志士 大家一定要準備好了 如果是大家都消極被動隨波逐流 那麼中共權貴就會主宰將來的變局 那麼即使是把習近平給打倒了 即使是把現在的這個現存的體制 給他徹底的瓦解了 但是新建立起來的體制 也會帶有極其濃重的中共色彩 帶有極其濃厚的這個專制色彩 這是我們大家不希望的 趁著那個時候中共內斗 要挑起民變 要發動政變、兵變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掌握這個街頭運動 掌握這個顏色革命的領導權 那個時候一定要把街頭的這個民間力量組織起來 形成新的政治勢力、形成新的政治陣營 真正的那個民主力量站穩了腳跟 掌控了全國大多數的地區的時候 民主才會有了真正的堅實的基礎 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香港的這個民主力量 現在也要做好準備 過去大家是沒有大台,大家紛紛出動 最後同心合力,形成了現在的這個局面非常的好 但是將來大家所面臨的局面 可能比現在要嚴峻的多 所以說就一定要提升這個民主派的 提升抗爭陣營的這個組織和動員的能力 現在有一些這個組織,有一些組織平台 比如像民間人權陣線 但是這個組織平台還是過於鬆散 我在前幾期視頻當中曾經提到 我也看到在香港也有很多其他的有識知識已經提到 像這個蕭若元先生就多次的呼籲一定要有民主大台 什麼意思呢?就是民主派要在更高的一個層次上面 更加徹底的來組織起來 那我過去曾經提的一個建議就是要成立這個香港公民大會 或者叫做公民議會 以前大家以為沒有條件 但是大家看一看這一次的這個區議會選舉 就應當了解了這個是特別容易操作的 只要把這些區議員和現有的這個立法會的議員 把大家組織在一起 這就能夠代表現在香港的民意了 那這一部分的這個泛民的這些議員 來自於香港各個社區有極大的代表性 大家組織在一起變成一個香港公民大會 這實際上就是香港真正的民主派的 香港人民的真正的議會 那現在還沒有到最後革命的階段 所以我們不叫議會叫公民大會 一個政黨或者是一個政黨聯盟 但是一旦到了中共要出兵香港的時候 或者是中國這個臨變風起 最後形成顏色革命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需要把這樣的一個這個公民大會 瞬間的就把它轉化為臨時議會 因為有足夠的代表性了嘛 那麼通過這個臨時議會就可以選出臨時政府 就可以徹底的廢除現在的林鄭月娥的這個港府 那我上一期視頻當中 有一位臺灣的這個南營的人士留言說我們 民運人士想利用臺灣人去為我們反共 實際上這真是誤解了 我們並沒有想利用臺灣人 我們只是想臺灣人能夠排除中共的滲透 能夠抵制住中共的侵略 不讓中共在臺灣得分 不讓中共奪取臺灣 這就是對中國民主極大的貢獻 我們只需要臺灣人把自己保護好了 不讓中共從臺灣得到力量 這就是對於中國民主運動最大的支持了 我們不需要你們反共,只需要你們不讓中共吞併 就是這麼簡單,我相信臺灣人一定做得到 現在已經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了 所以臺灣的事情我們就不多講了 那麼最後呢,最後什麼時候能夠有一個結局呢? 我相信2020年最遲不會超過2021年 最後一定有一個結局 2021年這個川普他會重新啟動貿易戰 如果這次真正的停戰的話 2021年他會重新啟動 因為他那個時候又連任了嘛 重新啟動那個貿易戰會打的異常的激烈 對於中共經濟的這個破壞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大 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中國本身民怨積累 那個時候也會到達臨界點 中共內部的這個矛盾也會到達臨界點 因為已經接近2022了,已經接近習近平交班的那個時間了 內部鬥爭會異常的激烈 各種矛盾會在那個時候全部的集中起來 所以那個時候將會是中國發生大變局的時代 那個時候將是中共的這個受終正寢的時候 我在這個卓卓變局冊裡面都已經預言到了 那是我2012年、2012年寫的一本書 那在那個書裡面就已經預測了2022年 這是中共的一個大限,有可能提前 但是最遲不會超過2022年 現在看起來極有可能提前 2020年、2021年都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那現在我們就加緊做好準備 中港台三地的這個民主力量 現在加緊做好準備迎接這一場巨變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下一期的節目再講一講中共內部的這個鬥爭 講一講習近平和王岐山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他們相互之間到底互相做了哪一些 這個對不起對方的事情 做了哪一些陰損的事情 今天我講到這裡了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同意我觀點的朋友請點個讚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請訂閱 謝謝大家,下次再見